我現在嘴巴講的好像很那個 實在你們要自己花時間去練 這沒辦法 要花很多的時間練一下 看一下還有誰沒介紹的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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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今天所以变成是你们自己要弹给我看一下 我才能够就是 好吧 你们再听听看 他弹的是就是我讲的 大家休息一下 再听一遍 你们再听一下 你会发现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味道就全部破坏掉了 他就是因为多了一个这个牌子 这个点 这个点多余的 那味道始终 我就开始听的时候 你仔细听就味道就不对了 你必须要这个点要删掉 这个 其实 应该这样写 这样子 这个才是 这是二五嘛 他这个多这个点就 就就就就就就多了这个一个点 实际上我其实要分解分解的时候应该用这种把它double看起来这样 二五可以仿佛用 你不要是变成他他刚刚弹的时候变成这样 就是你要把这个点整掉了 再tadan 先来说 才有味道 才是符合 再有阶段 我们的这种符合节奏 你这样突然跑出这个就等于成都把它破坏掉了这样 这就是二五这样 那因为 那通常我要介绍的时候 这首歌的话 你们练的时候 练是 That's that's that 是这样子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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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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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好吧 那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 有参加这个 因为 因为这个 不管你们参加蓝调或什么课 这个 我看一下 因为你都要学的 都必须要 这个拍子一定要学的 不管是什么节奏 那个爵士钢琴 我们就把这个班 就叫做爵士钢琴 对 你这爵士钢琴班的话 你这个 你这个拍子要练 那 那有些同学有参加蓝调的课的话 所以你不妨 现在先准备一下 就好比David David说我要准备什么 你就这样练 你看 因为这首歌是 G调 其实我顺便再把蓝调钢琴讲一遍 蓝调钢琴的话就好比说比喻成 我把它比喻成啊 比喻成这个古典钢琴好了 古典钢琴演奏家对不对 你看他们上台演奏 他们练一首歌啊 要练很久 你不要看他在台上这样的 而且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个曲子都是密密麻麻的嘛 那蓝调钢琴也是一样啊 一首演这首曲啊 他也是密密麻麻 设计好 就好比这首歌 他也是没有空档的啊 他密密麻麻的 你等于说练了半天啊 你练一首歌 最少要花一年的时间啊 把它练好 但是练完之后就很屌就对 你上台的时候 你总是 所以说我说你 你人啊 我们一生中啊 你最起码要练练练每一种拍子啊 都练一个蓝调呢 比如说像我现在教的 walking bass练一首 low down练一首 bassanova练一首 chelibah练一首 就是每一个 其实他的功能都是 那你练一首就代表做嘛 叫boogie woogie 也练一首 boogie woogie的话 我不是像我摆在我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影片 那个那个网页上面 投一个 就是boogie woogie 那你们就是各练一首的话 你就 以后就是上台 人家一看 一弹就是 哇 这个很厉害对不对 就是很屌就对了 因为他不需要你 而且 蓝调钢琴啊 其实他不需要你 急心的 你急心的时候 急心的结果还不好听 你想要急心 他也不好听 因为 你再怎么样 你急心出来 没有他紧凑的 他们都设计好 就好比 古典音乐 他们演奏家 对不对 他演奏这首歌 他没有叫你急心 你急心再急了半天 你还是没有 没有他好听 因为他们都 编排好的嘛 所以说 这个 所以也顺便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所谓 所谓这个 节奏 那个什么 节式钢琴的话 他都是 都是本身 他旋律 旋律很慢 比如 Altern Leaf Fly Me To The Moon 对不对 这一类 他旋律 很简单嘛 那你如果一直弹旋律 就显不出你的功力来 所以他就有急心出来 这个可以 因为他旋律很简单 你可以很复杂化 是这样的 那我们所谓的蓝调钢琴的话 他已经是 而且蓝调钢琴都是 One Man Band 他一个人又是 左手又是 他不需要别的伴奏 他已经很紧凑了 所以你就是 不需要急心了 你急心再急心 也急心不过 他们原来设计好 这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概念 所以你玩 爵士钢琴的话 你必须要会急心 但是玩蓝调钢琴 你不需要 但是你要练 要练很久 你要把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练 但是它有个好处 它每一个地方 它都是一个 等于说一个Riff 一个片语一样 你练完以后 对你很有帮助 很有帮助 就等于说在练 平常在练Riff一样 练一些片语 就是这样 所以绝对有用 对你绝对有用 那蓝调钢琴 它本身呢 本身又有蓝调音阶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 这一次教的这个 那同学先回去练一下 他这个 你等于说 G调 G调 那这就是刚刚十二小节 它每次蓝调钢琴在演奏以前 它都一个叫什么 Warn Up 就是好像我们运动员 要总是要暖身一下 暖身 你就是把十二小节暖身一下 比如说 这个 Do 它是有一个公式 Do 我们现在G调 同学不要看到 以为G调就害怕了 其实 其实你慢慢练的时候 所谓G调跟C调都差不多 它唯一的就是一个C的 黑键在这边 所以说你 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对不对 它这首歌是G调 你如果说 不要把它改成C调 不行 因为 因为它这个已经 已经设定好 密密麻麻的音的话 你再改C调 能说要重来以上 意思是这样子 就好比 那个古典钢琴 他们演奏家 对不对 他们演奏一首曲子 它那个曲目 什么调 什么调 固定的 它不让你 不能够让你 随便让你要从头再来 那开玩笑 那很大一个工程 这样子 不像 不像爵士钢琴 比如说 Altern Leaf 你A调平常练 如果你也可以练到 G调 因为你熟的话 G调 或者C调 都很棒 都可以 因为它旋律本身很简单 但是你即兴的时候 这些 你换的调 还是要靠你 平常 你这些换的调 你本来就是要 该练这些东西的 这样子 好吧 那我们再回过头了 再讲一下 那今天虽然 这个课 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 这个课 即使对你 对你 我们这个 虽然实战班 它等于说 我还是把它编入 这个 爵士钢琴班 什么都来就对了 爵士钢琴班 那它也是一样 你walking bass 你Jazz 你还是一样 也是一样 比如说 以后你这个walking bass 很多 比如说 这个walking bass 很多 那同样 altern leaf也是 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它 把这边 然后 有 你 那 音乐 也就是像这个也是walking 只不过它的walking是走半小节的 它的叫换和弦 这样的 那不像是有些像这个 这个比较标准的 它是一小节 好了 我们回过头来这边 看一下 这首是你念的时候 点是这样一四七 像刚刚假如说是 你今天那个CF刚刚弹的是二五 就变成是 就是变二五 二五要重复运用 这样的 那这首歌的话 开始的时候是一四七 接二五八 但是那个七的点是没有神调的 因为它这样 加个七的话 然后它里面很多技巧 比如说 那你不再慢慢练的时候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假如说 你这样 正好是 你看它这个 那这些的话 我都会慢慢 而且你不要急 这样一小节一小节练 它就 它这个等于蓝调 这个 这个是 Magic Tone 这是 这是 这是那个 蓝调钢琴里面独有的 Magic Tone 就是魔音啊 MING PAO C